一台嬰兒車從早餐店溜出 這一溜滑過四個車道 衝到十多公尺的對接 在站牌下翻覆 這畫面實在嚇死人 車上的孩子呢 還好車上沒有小孩 原來當時媽媽是抱著 剛滿月的嬰兒 到早餐店要買早餐 結果她把嬰兒車放在一旁 裡面有包包和鑰匙 但嬰兒車自己溜走 媽媽要結帳時找不到嬰兒車 心急報案 警方也判媽媽當時 沒踩下嬰兒車的車輪煞車 整輛車才會穿越馬路 還好當時嬰兒沒有在車裡 路上的汽機車也不多 不然發生車禍的話 媽媽自責也來不及了 記者許一文王世函台中採訪報導